好在这个智慧型手机几乎人手一击的时代就连报税也可以很有智慧 5月份报税季节到了很多人觉得很头大要花很多时间填资料缴钱 但现在财政部首次推出了缴税APP 也就是呢只要国税局寄到家中的缴税单没问题的话 民众一分钟就可以完成报缴税单 以往5月份缴税期限最后一天国税局老师大排长龙 但现在有更好的方法 很多人先报税麻烦但现在财政部推出了APP和系统 一分钟可以完成缴税动作 收到国税局的缴费单拿出你的Android系统手机 搜寻财政原地APP 点入缴税系统扫描缴费单条码 核对金额无误再输入信用卡的考号和个人资料就可以完成缴费 这堪称是目前最快的缴税方法 如果他还有其他的列举扣除了 或是他的金额不对的话 那他就还是可以采用自爱人凭证 在5月报税的时候利用网络来报税 国税局今年首度推出智慧型手机平板电脑等行动装置 连接信用卡缴税服务 还没有曝光的缴税APP软体中天新闻先实战教学 5月1号正式启用 但缺点是目前只能在Android系统使用 因为苹果iOS还没有申请通过 但国税局认为5月份报税期间应该也可以正式启用 真的说智慧时代来临连复杂的报税也可以手指按一按 一指通报税也能很有智慧 整天新闻是小朋友黄宽伟台北报道